想不到山西运城一厢村里竟然藏着如此精美的官邸庙 不管是木雕还是石刻 都挽入一件件珍贵的艺术作品 让人惊叛 咱们今天来到山西运城济山县的范家庄官邸庙 此庙位于济山县西摄镇范家庄村委会正东200米 创建于明代 作为面纳 一进院落布局 据记载 明洪志18年 清康熙32年 乾隆19年 道光12年 道光16年 均有过修期 2016年当地文物部门对县串维物建筑进行了修缮并修整了院落 复原了院门及围墙 县串县 正殿 东月瓷 牛王 马王殿 四座文物建筑 腐属维物有八边形古井两眼 东西对称 飞步于县殿两侧 另有石碑四通 石石一顿 2021年8月 此庙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维物保护单位 范家庄是祭山县一个极其普通的乡村 能保随如此完整的庙宇 实属不易 这座官地庙内最大的特点 无论是想听 正殿 还是配殿 所有的立柱皆为石柱 浮雕的盘龙生动传神 平雕的花草 形象逼真 尤其是石刻的对联 发人深思 大家看正殿刺尖狼柱这幅营连维 青道光十六年 连维文 异汉浮流千古迅鸣赵日月 推武灭问万载易勇 镇山河 还有民间石柱迎连 连维文 弃齿孙曹垂汉士 两岸钢厂不坠 凶藏天日赵人心 万年忠义朝明 这些连维文都以工整的连句 歌颂了官公的正义及忠义 再看这座响听 精巧别致 结构巧妙 六根石柱支撑起十字歇山顶的高规格造型 八卦早景 精美绝雷 斗拱交错 咬合精细 另外还有额房上的各种木雕和梁柱上浮雕的各种人物造型 栩栩无涩 都宛如一件件珍贵的艺术作品 不仅让人惊叹 正殿和想听紧爱 中间好似一线天的景观 这座庙宇看似建筑面积并不是很大 但处处却都是精华